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不会记得他们入侵的时候 一个炸弹炸毁了在机场 全部香港的人都被虐待被屠杀 考试是在教育环节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指挥棒 这次考试是全市有2500多个学生报了历史科的考试 但是这个题目一看出来之后 就不单是这几个学生受影响的问题 是看到我们的教育制度 我们教育的基本观点 基本的历史价值观点都不清不楚 所以我们希望香港政府也都有我们全香港的人民 再警惕点大力点 到目前为止 我们香港也有一部分人是接受了西方的资源 而是经济上又做了一些反中乱港的行动 就说给了钱了就好像得到利益了 难道做汉奸吗 要查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